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即将上盘的二手楼 位置是Richmond 亦是Richmond市中心 两房 一个钉 两个洗手间 808尺室内面积 2013年建筑 我们先介绍一下具体的位置 其实我们是在3号路上 在Lansdown 和Richmond Center 比较靠Richmond Center 这个位置 这里总共有五栋楼 我们是Tower B 7979 Fairbridge Way 下楼走旁边已经是London Drugs Mall 大家都很熟悉了 帝院的餐厅 还有银行在附近 再过了Westminster Highway 已经到Richmond Center 向北走也很近Lansdown Lansdown Mall在这里 我们先看室内 稍后再和大家逛逛室外 这家屋是有租客在这里 所以这次真的不太方便 开人家的东西给大家看 我们在表面观摩一下 以前2013年时期的风格 深室的厨柜 浅一点的地板 雪櫃也很大尺寸 32寸Bloomberg的雪櫃 这边也是厨柜空间 Cantardot櫃底也有灯 台面是硬石英 主食空间 Back Splash有酷砖 就这样看的话 其实保养都可以 摸上去就不会油积很重 它是四个氧炉头 用的是抽油烟加微波炉一体式那部机 上面是有风管的 下面是焗炉 牌子是Bosch 洗碗碟机牌子也是Bosch 整个台面 洗手盆的空间我觉得都比较大 是很阔身的 这边也有一些路出去 和里面的储物空间 厨房对出这个位置 也有它的洗手机 这个可以和大家看看 是Bosch牌子的 Condosize的洗衣机干衣机 厨房进来面对着客厅位置 现在设置了一张多大的4-6人桌 然后进来整个客厅位置 放了一个L形的沙发 这里斜斜出去 然后就有自己的露台 然后看出去就向北 所以大家其实看到 北边是可以看到山景的 我们这个单位 然后前面这一排 都是属于Quintec的屋苑里面的 Town House 我们是一个七楼的单位 看出去好像不是七楼 因为前面其实是一个 大家中央平台的地方 比我们低一级 这里再低一级就是Town House的屋苑 那边看出去就是后面的双圈 那边已经不属于我们的范围 所以大家现在看出去的观看 都挺永久 因为这些Town House 都不会那么快拆 和我们同一个屋苑 再远着就是北边的山景 旁边这边由右边开始 都是Quintec的 那个是Tower A 一直延伸过去 向那边就是BCDE Lenstern现在是遮住的 其实Lenstern是我们的东北方 就是前面这两栋楼的后面就是了 我们上次有拍过另一条片 介绍Lenstern附近的 580 龙王宝刀那一座 四房Penthouse 其实就是在这两栋楼的后面 遮住了也很近 我们来到这个露台 其实大家看到这部机 就是分体式冷气机 这部机 暖气就是Baseport取暖 冷气的话 它就安装了三部冷气机 在屋里面 这里客厅位一部 然后两间房各自都有一个冷气机 所以冷暖气也有的 这边大家看到是用Baseport取暖的 大家看到窗边会有Baseport 这里出去的话就是露台空间 所以这里露台窝出去 还有多个窗 所以除了北边之外 东边东北方也有少少光可以进来 可以看一下 它的积极就是中间客饭厅 两边房的 我们先看看这边房 这里是主人房的空间 主人房的方向都是向北 跟刚才看的一样 这个是一张at least king size的幅度床 其实是两张single放在一起的幅度 然后这个有少少斜出去 然后这里凹了下去 所以这边也可以有些储物空间 或者大家想放一张细书桌也可以 一块大玻璃加两只窗 上面这只可以开的 冷气机在上面 然后有玻璃门 装了的双门衣柜 其实这边两边都足够放到床和柜空间 有一幅够大的电视墙 这个remote就是控制这间房的温度 以及冷气 冷气应该再有一个remote 刚才我们看到外面是地板 这里室内是铺了地毡 这边进来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这套套是三件套 有一个比较长的桌面空间 然后有一个sink 下面是储物空间 没有博物宫 一块镜加一个放置的板 座翅浴缸在里面 上面有一个ring hat 配置在上面 然后也有一个放这些浴帘的架 对面两间房分隔了 声音各方面都会好一点 这间房也很尺寸 其实跟刚才主人房的尺寸 我觉得差不多 现在它放了上下床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书桌空间 然后就有一个大窗 然后就开开 再看自己的露台 再外面也有向北边看 这样又安装了冷气牌子在LG 还有双门玻璃门的衣柜 这边其实也有很多储物空间 这个其实不是储物空间 这个是钉 小小的钉 现在都放了两部单车 然后有些大的储物空间 所以这个是Morlite Storage Room 也有灯 然后这里就是门口进来的衣柜 这里是通的 我们就看一个就算了 因为有很多私人物品 门口还有一个位置 屋主现在就放了一个鞋柜 这个就是我们的门口位 门口进来右手边 就是有另外一个洗手间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洗手间 那个是浴缸 这个就是Shower Store 纤维底座 全部碰了砖 上面有一个Ring Head 这里是座次 洗手盆这个就小一点 这个就是有个Medicine Cabinet 没有啊 不是来的 这个就是一个 那么厚 但是不是Medicine Cabinet 这个就是一块镜 加少少的储物空间在旁边 然后下面都有些柜位 单位的内部就看完了 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一个808尺 两房一钉 两个洗手间 加一个车位的unit 是701 地址是7979 Fairbridge 即是Quintec的Tower B 我们会来 礼拜一上盘 然后下个礼拜六天 就会做Open House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们预约 然后现在挂牌价是69万9 管理费的话就是400头左右 现在我们等着我们已经预订了Strada Documents 等着FORM B就会知道 Exactly管理费是多少呢 到时再更新给大家看 没了 对 我们从Quintec的建筑 大家见不见到 那个角落出来呢 其实我们刚才的unit就在那里 就是Quintec 走过来 London Drugs这个Mall 说的是两三分钟就可以走过来 所以都不用去到Richmond Centre 或者Lansdown 你已经可以有咖啡店 有个好辣的London Drugs 然后后面有帝远的餐厅 这个里面也有一间银行 这里是Tee Dee Bank 我们上去楼上看看 有帝远黄宴在这里 然后上到这个平台位 那里也有一间茶楼 值点心的 日本的Tee Dee Bank就在这里 London Drugs就是药房 其实里面也是买到很多生活用品 例如是简单的洗手用品 拖地什么都有 家居用品都有 所以这个Mall 其实都很方便了 前面有三号路 Sky Train 可以搭巴士 然后这里其实下面条街 大家看到 都有银行 例如那边的CIBC 大家如果住在Queen Cat 都可以说是极之方便的 就不用说开车 你落到街 都是衣食住行 可以搞定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麒麟也是对面 其实这一道就是麒麟 麒麟的后面就是Richmond Centre 这边就是Richmond Centre 大家看到 上次很久以前在这个建议 都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单位 就是大型的两房单位 900多尺 不过这些建议就比较 比起Queen Cat Queen Cat是2013年起好的 所以那个方向就是Richmond Centre 过多条马路就到了 好的 拜拜 地点就是在Richmond的 等等 我经常都忘了 这个属于Richmond的哪里 这间屋现在有租客住着 所以就不太方便 去开人家的櫃给大家看 所以就这样跳 叔 不好意思